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我们楼顶菜园这么多的种植池还有盆栽 是怎么解决种植土的问题呢? 现在朋友们看到这一池是生菜 里边的泥土是聚末 有混有聚末在里边的,都长得非常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在种植土里边 添加聚末,边凹土边种植的这个方法 看这一池种植土我们加了一大包的 这个菊末进去 加了菊末之后我们就用水来浇湿这个菊末 因为菊末是干的 你这样子翻拌的话 它会很多烟尘也没有水 也不利于它的翻拌 所以浇了水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菊末跟原来的种植土的话 翻拌均匀 原来的种植土实际上也是菊末熬成的 只不过种了一两年之后它就变成黑土地了 那翻拌均匀之后马上可以移栽这个菜苗进去 啥种也行的 现在我们移栽的是菜苗 你就是移栽菜苗、瓜苗 种什么都可以 就是边熬菊末边种植都不影响的 也不会烧苗 有些朋友认为是添加菊末会发热 这种的话是开放式的熬土 它不会烧苗的 把这个菜苗直接 就是移栽在这个添加菊末的泥土里边 边种植边熬土 就不耽误种植 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 我们楼顶常常采用这个方法 来增加这个种植土 然后等这个菜苗一两周 它缓苗过来开始生长之后 就可以开钩来追加一次的这个农家肥 因为我们移苗的时候没有放底肥的 我们喜欢在苗缓过来之后开始生长了 再添加这个追加农家肥的这个方法 如果是撒种的话 就在撒种的时候就放底肥 如果是移苗是后面追肥 这个方法是比较好一些的 我们楼顶的全部采用有机肥种植 鸡分啊猪分啊羊分这样子 不用化肥的 化肥对种植土也不好 吃来口感也不好 所以有极肥种植呢 对泥土也是非常的好的 我们的泥土都非常疏松透气 又是巨木凹土 又是有机肥种植 双重保护了这个泥土 所以种的菜都非常好 然后每周再淋一次肥水 我们楼顶呢采用养龟种菜的模式 一般淋养龟水 乌龟冬眠的时候 可以淋一些桃米水 发酵液这样子 你看现在两周之后 这个菜苗都长得非常好 我们还放了这个瓜苗 在里边肥苗 那朋友们对一边种植 一边嘔吐 还有什么疑问和看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